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好有消防队员 镇头中的孕妇紧急被送上救护车要赶到医院生产 但是人还在路上肚子里的小婴儿就迫不及待探出头 急得旁边两名救护人员当场接生 就只是尽量忍 忍到忍不住 然后那个救护员告诉我说如果真的忍不住要跟他讲 跟他讲了之后我就用力然后他就破水 然后后来就生了 救护车变成临时产房两个大男生 拿出生产包毛巾一边安抚痛苦的产妇 一边慢慢拉出小婴儿的头和身体 车子还没到医院小婴儿就等不及落地 我们的队员未来还没结婚也没有这个生产的经验 第一次在训以那个训练的技术就用那个生产包 将这个救护的孕妇 平安的把那个女婴接生出来 这名27岁的孕妇怀孕35周 八日和家人从新北市到南投日月潭游玩 凌晨五点多突然开始阵痛 家人叫救护车 医院还没有到小孩就先生了 有点吓到就是怎么还没到医院就等不及 那当下会不会担心 其实就是担心他们两个的健康 到日月潭观光意外的救护车上生小孩 女儿也成为妈妈的3月8号妇女节 最惊喜的礼物 真顺周大祥南投采访报导